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难 所以才会选择用这个方式来做 远外连线的服务 那另外这样的服务 对他们国务院本身 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那等一下我就把时间给敏真 好 各位图书资讯界的长官老师 还有先进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敏真 今天很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 在线上跟各位分享 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过去 还有现在我们是如何在院外 来使用电子资源的 那我们希望今天的对话是很轻松的 所以如果说你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可以挥挥手或是打下来 你想要询问的问题 而且我今天其实就刚好在院外 我们是在家里 因为我们已经实施了一阵子居家办公了 那所以等一下demo的画面 其实都是从我家这边 就是实际连线到外面的一个环境一个画面 因为我们本来想说用对话方式 可是我后来发现说 这样的对话方式 其实可能还是会让我 有一些重点没有讲到 而且这毕竟也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还是简单的做了一些简报来提醒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部分 那所以现在请主持人把画面可能要给我一下 谢谢 交给你 其实我们国卫院 从建院十多年以来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们图书馆要自己购置一套VPN 来连线院外的电子资源 所以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VPN VPN基本上这几年都运作得很好 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 就图书馆跟资讯中心的人员 都能够协助把它解决 那我们的状况 其实跟一般的机构是一样的 我们的远端连线工具 其实都是用IP认证的 那我们采用的方式是VPN加Proxy 很传统的方式 那它其实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同仁 必须还要安装软体 那实际在使用电子资源的时候 你下载全文还要另外设Proxy 那在早期的时候 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后来作业系统越来越多 版本越来越多 那也很多载具 大家可能不是只有习惯用PC的 就变成说我们在设 在安装VPN的软体的时候 每个人试用的版本 跟设定的方式都长得很不一样 这个SOP非常非常的长 那再加上其实长官也会询问说 到底是谁在用院外的资源 在院外使用我们的资源 所以其实我们的同仁使用VPN加Proxy的方式 其实是不受欢迎的 大部分的同仁都是使用WebVPN的方式 可是它是比较简单 可是它会被受困在那个特定的网页 因此我们大部分接到的问题都是 他觉得他已经登陆WebVPN了 可是他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用电子资源 那就是因为他没有在WebVPN的环境的那个页面底下 最麻烦的就是从2017年之后 我们陆续开始发现同仁在用WebVPN的时候 出现一些连线上面的问题 还有画面版本会跑掉 这边我就列举了三个例子来看 有些出版社如果它的HTML URL是HTTPS的话 也会造成没有办法连线 第二个例子就是 我可能很正常的在出版社的页面了 但是我点选全文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error 所以同仁是没有办法下载全文的 第三个状况是最常看到的 到了出版社的页面之后 它的版面整个都是错乱的 所以同仁没有办法去阅读它 也没办法下载全文 那遇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对同仁来讲 他会分布清楚说 现在是图书馆的问题呢 还是资讯中心的问题呢 那当同仁去询问资讯中心的时候 他会说 请你打电话给图书馆 因为这是出版社的问题 那经过这样子 长期下来就觉得说 其实同仁会不知道 他下的问题 谁可以帮他解决 责任上面就归属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很积极的去研究各种的 连线远端软体 看哪一种可能比较适合我们 那在讲为什么最后 我们选择OpenEssence的原因之前呢 我先播一段影片 那我们图书馆制作一个简单的影片 是让同仁知道 OpenEssence是怎么从院外来连线的一个方式 那这边可能要请大家开一下喇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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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在问说影片没有声音是正常的吗 大家不用担心最后我们这个视频还有简报会寄给大家 那这个音乐主要是伴奏而已吧 没有很重要讯息吧 对不对 就是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说这个OpenEssence是如何 就是比较简是怎么样简单的去做连线的动作 而不用说非得要回到图书馆的页面才可以做登录 对 嗯 所以 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刚把画面都切掉了 因为刚影片是透过我这边去发出来的所以它其实是有声音只是说你哪发声音可能要再开大声一点点 那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最后选择OpenEssence这个新的远端没有人用过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没有可以参考的一句就过完 那其中第一个就是它跟其他的远端连线工具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identify users 就是我可以知道到底是谁有这样的需求在使用我们哪些资源 所以它其实可以作为我们协助我们分析电子资源使用的状况跟效益 那目前这样的工具我们目前还是把它当作院外连线的工具 那基本上OpenEssence你也可以把它放到院内来做登录 那第二个就是它不需要任何的安装跟设定 所以同仁在询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是很单纯的在问连线的部分 或是说在哪边做link而没有技术上面的问题 再第三个就是它是云端年珠的一个服务方式 我们不需要额外再去添购任何的资讯设备 那也因为它是用年珠的方式 所以您可以依据您机构的需求 还有它使用的效益 以及未来科技的发展 可能会有更新更符合您机构的院外连线的工具出现 所以一旦你觉得说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就续定 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删定 没有任何的设备遗留下来浪费的问题 那也因为没有资讯设备了 所以我们跟资讯中心的责任归属就变得很干净 第四个就是研究人员最肯定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是符合他们平日的资讯 行为跟习惯的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很很很习惯悠游在网络的世界里面 他不一定会回到图书馆的页面再去找他的资料 他会在他像我们的研究资源 他们大部分的主要的网页都是使用PAMET居多 另外一个可能是Google以及WOS等等 所以这样子如果他们这个资源是我们有订购的时候 他其实可以直接做下载 而且他只要登录过一次 他不需要再做第二次登录 所以对他来讲其实比较便利的 那您可能会询问说 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到底也适不适合用Open Access 那在将近一年的学习的这个过程中 我大概列了四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第一个就是因为Open Access 它本来就是国外的产品 所以他合作的主要的对象是以西方国家为主 以西文资料库为主 所以如果您的馆长有很多是中文的部分 这部分可能要 EBSCO那边可能就要服务比较多 或者说可能要询问一下 EBSCO它那边会怎么去做整理统合的动作 那或者是说你是针对某一个资料库 或是特定的族群 比如说某些人才可以进来使用这些资料库 您就可以设定在Open Access作为特定的人 只有这些人可以使用这一组资料库 那它可以在院内或是院外来使用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Open Access可能会适合你 第二个就是您一定要建立一个查核的清单 这个查核的清单是我们在引进Open Access之前 我们都做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清单 也就是我可以我必须要去判断说 我买的所有的电子资源能不能够 因为我买了Open Access 它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很流畅的一个登录使用的一个准则判断 有三个判断点 第一个就是出版社有没有跟Open Access做结合 像如果有的时候有的话我就会把它勾选起来 第二个就是说它自己有支援SML 这样的一个Single Site案的Portacle 可是出版社并没有做这样一个登录的画面 那这个部分因为它有做了一个 它已经有系统已经有Portacle 那在建制的时候是会比较顺利的 那第三个就是出版社的系统里面完全都没有支援SML 那这一块Open Access它可能会采用云端Proxy的部分 就是设定一个一组IP 设定在出版社对您机构IP的认证的页面里面 那这个IP能够在院外的时候认定的时候 也是做你们的机构的授权者来做登录 那这一块点下后面会继续说 第三个的就是您必须要考量到 第一次的建制期会是很长的 尤其如果你们图书馆的电视缘是很多的时候 那像我们自己机构大概是三到四个月左右 第四个就是要考量到工作量的问题了 虽然我们觉得说Open Access在对营救人员来说 它在使用便利性是比以前VPN节省很多的时间跟困惑 可是毕竟VPN使用院外连线已经行之有年了 所以有些人的习惯他还是会卡卡的 他会不知道说原来可以这么便利的使用 这么便利的去登录 他可能还是不小心还是会去使用VPN 因为他会习惯性做这个动作 那像我自己在家居家办公的时候 有时候我也是会不小心 会很自动先开VPN做这个动作 所以在行销的部分 管员是一定要做的 那在行销的部分我们当初是怎么做推管的呢 我们是在去年的7月正式的启用 那所以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要做 确定每一个资源都是可以在院外被使用的 所以要找到要判断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说 这个资源不是就算散落在各地 我们希望他可以跟我们现有的系统做一个 Combine 让他在使用资源上面 不管我们有定或是没有定的 都可以很完整的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SF-Case的Menu里面也增设了OpenEssence的连结 让他知道说你现在人在院外 没有关系 你点的这个连结 自动就会帮你带入有效使用者的一个身份 那另外我们也跟我们的全文的平台系统做结合 因为我们的DDS系统是锁在intranet的 所以同仁平常在申请全文的时候他必须进到intranet 也因为为了要让我们的整个资源的使用性是比较一条龙的方式 也是直线式的 所以我们额外再写了一个院外的DDS系统平台 前置作业完成之后我们有找了使用者做测试 确定他们对站的一个使用方式 跟我们站建制的一个架构 他们是可以觉得说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确定好之后呢 我们当然必须要跟我们长官们做报告 那也刊登在我们院内的电子报里面 可是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够不达到消息 因为我们主要宣传的对象还是我们的主要的研究人员 所以我们也做了简单的三个宣传的影片 那我们也到各研究单位去做宣传 实际面对面告诉他们怎么去操作 那OpenSS的部分我们也做一个说明的页面 把它整理在里面 那没有办法清返的单位 我们就会提供书面的一个操作报告给他们 给他们参考 这就是我们当初前置作业跟后面的一个宣传 可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才run 将近一年而已 所以我们还会有第二波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动作 不过也因为我们订了OpenSS 所以我们在我们单位在举办 应该我们单位在启动居家办公这个计划的时候 就是Google 资讯中心可能或其他的行政单位 就赶紧召开说明会 教大家怎么使用VPN 那图书馆的优点就是我们就可以很优雅的 写一封信或是写个电子报传送出去说 同仁应该怎么在家里使用你们的电子资源 这一块我们就变得不是这么急迫 因为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东西都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散布这样一个讯息 我发现这样的讲话方式非常寂寞 因为我听不到 因为我看不到下面的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大家应该都蛮热络的私底下 各位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或者举手 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收得到讯息 我看到有几个朋友有发问题了 那我们等一下一听回答 还是我先讲 因为你会讲 还是说我把它讲完好了好不好 对对对你把它讲完 就是大家有讲到说 我们图书馆到底要不要使用OpenAzen 考量到你们电子的一个广场的状况之外 就是确认这个清单 你才知道说哪些资源 其实可以从出版社直接去做登录 这点很重要 因为当时我们研究人员觉得好的元气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不行的时候 该怎么做 这可能就要询问一下EBSCO他们的一个取代的一个替代的方案 那在去年我们统计的时候呢 有十个有十个资源是没有办法直接透过他们的页面做登录的 那今年在统计的时候剩下五个 那需要用云端Proxy来做的呢三加 可是今年还是维持三加 可见得如果他本身没有SML的话 其实就会在未来要整合这一块就会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依据您的状况来决定说 你是不是要采用这样的一个系统 或者是说针对这样的状况 你试试自己有别的方式 可以把它整合 让它变得比较包裹的比较对老师啊 研究人员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 那我报告就先到这边 那我来看一下说 大家提问了哪些问题哦 在回答问题之前我先补充一下 提到中文资源啊 这一块其实我们就跟所有用那个Proxy的资源是一样的 那大部分的中文资源可能不支援SAMO 这一种格式去做这种方式去做验证 那它还是走IP-based的 所以如果是中文资源 我们目前大多数都还是透过一个云端Proxy 所以当你订阅OpenEssence这项服务的时候 其实它就含了一个云端的Proxy 那这部分你不会有一个主机需要放在自己的服务器 或者是伺服器上面 就是一样透过云端方式 那基本上只要你原本能够用Easy Proxy 或者类似的服务做验证连线的 那在OpenEssence这项服务里面都已经包含了 那只不过它主要还是以SAMO的为主 看一下 在Q&A里面 有一个问题是提到说 目前国卫院的同仁于院内外使用电子资源 要从不同的入口做查询吗 那例如说是在院内从ERM系统 然后院外从院外连线的网页这样的方式来做登录吗 不是其实它就直接在PARMAN或者是比如说Nature好了 完全没有登录的状况 那它如果看到一篇全文 那我没有订购 那它就直接在Nature的网页上面去 或者是那一个PDF上面去做Access 那去做登录就可以了 其实明珍刚才提到的 这是比较符合研究人员的习惯 就是大家会习惯现在 例如Google Scholar或其他的一个搜寻引擎 先找到一篇他想要看的文章 那它可能是在Nature上面 也可能是在Science Direct 可能在不同平台 那我完全没有去 我完全没有去哪里 我完全没有去哪里 我就是很单纯的去Google找我要的资料 然后我发现我想要全文的时候我就去点下载 不能下载的时候 我可以看得到OpenEssence这样的link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教导研究人员 看到OpenEssence这个turn 请他们记住这个turn 如果有看到的话 他们可以去登录 为什么我看不到Q&A 有些可能直接发给Eason的对不对 对 对 这个还真的是单独发给我的 然后 另外一个 三个月的建制期有多少的资源 我看一下 其实它 它是针对出版社 比如说你们家有6000个title好了 它不是看6000个title 它是看你跟哪几个出版社或是资料库做采购 对 比如说Elsevier你订了2000多笔 它就只算一个 对 因为只要它开启了跟Elsevier的设定串联在一起之后 你2000多笔的Journal自然就可以看了 那比如说是Wiley 也一样 如果你里面可以看1000多笔 那它只要设定好跟Wiley的平台设定好了 那1000多笔自然就开启权限了 它是这样看的 所以我们的E-Resource大概是30几个左右 其实我们单位很单纯 所以刚开始说 因为我们的机构属性全部都是走医药卫生 那很多都是比较大的出版社 所以只有零星几个出版社 它是没有supposed mail 其他其实都有 而且陆续都有跟OpenEssence 如果说之前没有跟OpenEssence做link结合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不到一年甚至 有另外五个已经加入了 所以就完全就要看你们的资源订购的状况 跟OpenEssence这边 他们是不是已经有跟他们洽谈合作了 所以简合的这个清单是很重要的 我也可以补充说明一下 大部分我们统计下来 平均的确都需要12到14周 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IPM的一个统计数据 大概是平均值是这样子 那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出版社那边的回复速度 那我们发现有一点 就是如果像明珍有时候 他自己发给出版社的话 回应通常会比我们发的快一点 是会有这个差别 但是这部分 其实我们也会想办法再改善 不过统计的数据大概 不分它的资源多寡 平均数值大概需要12到14周的一个简置期 那还有一位先进提到说 当初怎么知道 Open Essence 是在2018年的看涉的会议 因为看涉会议都会有 产商的资源分享的时间 那个时候EBSCO有专员特别来介绍这一块 那听完之后我们就是直接请他们来做demo了 那有哪一个资源因为买了Open Essence而提高了 有就是WOS 其他电子资源其实没有说 因为其他电子资源你看不太出来 不过WOS是我们发现是提高的 那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居家办公管员需要用WOS 对 那因为我们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还不算太长 所以这样的分析还不足以 能够说哪一个资源提高的 提高的 能够直接这样子讲 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 或许说年底或是明年再看的时候会更清楚 而且我们目前有效的使用者 大概有200多人进来 我觉得这个还有很多的成长的空间 虽然说我们主要的co-user是PI 计划主持人 可是我们也希望说其他的研究人员也可以来使用 所以我们第二波的部分会再想办法再做宣传 希望说这个有效的account能够提高 我这边还有说到一个问题是请问Eversco 支援RA21的相容性有多高 支援RA21的相容性有多高 其实整个OpenEssence就是支援RA21这个理念的 所以你做去看RA21的一个参与成员 OpenEssence本身就是有参与整个RA21的一个 RA21的一个 一个倡议吧 那所以说他们 R21本身就是希望不要再用IP-based的方式做验证 那OpenEssence主打的SAMO 其实就是符合这个理念 那当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够让所有的出版社或支援厂商能够改变 很多还是会用IP-based的 所以它才有一个云端Proxy去支援这一块 那所以大部分的主流出版社的确都已经支援SAMO 那包括不只是出版社很多的商业应用 像是Google Suite 很多学校是用Google Suite 那它其实本身的验证也支援SAMO 或者是很多是用Azure的AD 那也是一种SAMO的应用的一个方式 所以OpenEssence本身就是RA21 应该说它就是符合这个RA21 另外我再回答就是有先进提到说 如果说这个资源是我们没有订购的 那它会不会登录的时候 登录OpenEssence的时候 会觉得说为什么没有 第一个其实如果说这个资源是我们家没有订的 但它点OpenEssence的时候 下面的机构清单就不会有国委员 它就会知道说这个是我们家没有订的 是用这样的方式 比较困扰的应该是我们有订这个资源 可是我们并没有订Archive 就是我们的年代可能是1997年才订购 可是他可能想要看的是1995年 不过我们没有太烦恼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曾经做过分析 我们的研究人员大部分看的都是近五年的 所以那一块我们目前使用者目前都还没有回馈给我们说 还有这方面的困扰 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目前在推广使用之后 那这些研究人员还有使用者端 他们有没有最常反应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是哪一些 其实我当初我在宣传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战战兢兢的 因为就很怕说我们就有VPN了 那为什么你还要再买一个 所以我非常担心 可是还好 因为我实际去各研究单位去宣传的时候 他们居然跟我讲说 为什么你不早一点买 因为他觉得说这个很Smart 对研究人员来讲 他觉得说这很快速 他们不想要再走传统的VPN了 另外他们有提到的 他们也觉得这样很好 但VPN有问题的时候 还有一个可以替代的 这是我目前所听到的 都还是以正面居多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 那是因为我们机构的属性 所以你一定要对你的使用者的使用行为很清楚 然后也确定说这样子的推广 对他们来讲是有帮助的 不会造成捆摇 但是捆摇部分我相信多多少少会出现 你刚看我的插合表 我们的资源不算很多 可是还是有一些出版社 他就是没有办法很直接的 让我们可以做登录的动作 一定还得要回到 OpenEssence的页面才有办法 可是这个问题我本来很担心 后来我没那么担心的原因是因为 这些没有合作的出版社 如果我点过一次 Fookie他其实会记忆下来 当我下次再到这个没有合作的出版社的时候 他其实会记忆住你 你就会发现你的全文可以下载了 这是我发现的部分 所以而且那三个出版社是 这样听起来其实是 他没有造成我们太大的困扰 另外有先进有提到说 刚讲都是大的出版社 那若是小规模的 是不是就比较不容易合作 Vision这边可以回答 这个其实没问题 小规模的资源 其实要看怎么看这件事 因为我刚才讲了 就是基本上就分支不支援SAMO 不支援SAMO 如果他还是支援IP的话 即便是小规模的支援商 他只要能够让你用IP验证 那OpenEssence也是支援的 只是他用云端Process的方式去支援 所以其实不太会遇到说 小规模支援商就不支援的这个情况 他不是用SAMO方式做验证 我必须再补充一下 还有一个是 请问是否可以分享些 OpenEssence 还有Easy Proxy的主要差别 Easy Proxy 有 有 有 其实 因为我听说Easy Proxy 现在也要云端化了 所以我不清楚云端化之后的页面会长怎么样 那我讲传统的部分 就是之前还没有云端化的 当初我们也是有考量到 那可是他还是走VPN的方式 他还是会受困在那个页面底下 而且他还是一定要回到图书馆来 所以当我DEMO给研究人员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改变并不大 那可以再 可以再参考一下他们有别的Tool 那时候给我的回应是这样 简单讲刚才 明正有提到研究人员习惯的那种方式 就是他找到一篇资源 就要马上可以用的这个方式 基本上你用Proxy的方式 或VPN是做不到 因为你得要重新回来 连上你的Proxy或VPN 再一次搜寻才能够取得那全文 但是如果你是透过OpenEssence 因为他不需要仰赖你的一个伺服器 在那边去做连线 所以他只要透过OpenEssence的SAMO验证 他就可以直接取得那个全文 会有一个蛮大差别 就是你不用仰赖一个机器 还有你的网路都得透过它来去做连线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是否有人数上的限制 人数上面的限制没有 应该是 我不太清楚 人数的限制是指说 那个资源是不是有控制人数 还是指说 我采买的时候可以谈的一个Account 那我知道说Exco这边 其实您如果有兴趣的时候 它会依照你的机构 然后你要采买多少个Account 然后有不同的费用 请问一下主持人他们可以讲话吗 可以啊 可以 各位朋友们你们可以说话 我会比较清楚 能够回答到你的问题 通常可能会问人数先生 可以丢一下说 因为举手有些有点太多 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是真的要讲话 还是按测试 如果您真的想要发言的话 可以丢一下那个聊天室 然后我们可以帮您解除静音一下 还是说现在全部都解除静音 那会有点可怕 对 有一位先进提到说 就是建制的费用吗 先问我没有误解你的意思 或是说我需要他们提供哪些样的协助 费用就是可能Exco这边 这个可能每家不太一样 费用这边我们基本上 原厂那边是用FTE计价 就是它会根据你的单位类型 然后你的FTE人数去提供一个报价 那这个部分其实每个客户是不一致的 就是看你的属性还有FTE 所以这部分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们会在请我们的销售或Sales team 那边帮我们协助取得报价 那我们今天只要真的还是技术方面 来去做回应好了 那另外一个朋友是提到说 会跟他们买的资料库不同而有差别吗 还是只是纯粹的Account不同 而有计价不同 会因为资源很多 所以费用就比较高吗 我纯粹就是FTE价 对因为你现在假设你订购资源不多 但是你之后可能会增多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去额外charge 我们是用一个连维护费的方式去收的 就是它是一个订购制的 subscription的 所以不会因为你资源订得多 就变比较贵 通常是以使用者数 FTE数就是使用者数来取记 还有一个朋友问的题目非常好 他说是不是用了OA之后 OpenEssence之后 是不是有恶意下载的问题 因为它可以 我们可以identify users 所以有没有恶意 其实我们是看得到的 然后也跟各位分享 就是今天还有问Vison 就是我发现说我们有从国外使用的 那也去查了他到底是谁 我们也是怕说有问题这样子 对所以我透过这样的一个使用统计分析 我就会知道说 如果说同仁真的在外面出差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会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资源 来让他便利的去使用电的资源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统计 有一个我们刚好不想漏掉一个 因为好像有一位朋友提问是说 他是用英文 How much involvement from system department Do you need help in configuration 意思应该是指系统组或者是IT这边 他们需不需要参与 在建制的过程需要参与很多 那你需要他们去做额外的设定吗 就是在跟我们所谓的IT部门 我们的状况是有的 那如果你们OpenEssence这边 如果你们采购的时候 他其实会问你 你是要直接做串联 还是说你要自己输入账号 自己去建立一个读者的一个清单 两个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不想要让此研究人员 还要再sign in 任何的一个文件了 也就是说他就可以直接用我们院内的给他的ID password 院内通行的ID password 他就可以用这个工具了 他登录就是跟我们院内的ID password一模一样 不用任何的注册 然后我们也可以避免去维护这样的一个读者胆 比如说他离职了 我还要再把它删除 因为我们没有想要这么做 然后他也节省他的时间 然后也便利我们宣传 第二个方式是说 有些可能是医院他就会用到 因为他特定的使用者可以用特定的资源 那他用的方式就不会是我的那种方式 他就会管员就需要自己去 去建立一个读者的资料 让这个使用者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系统 因为我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前期 会需要资讯中心的帮忙 会提供一些information给Vincent那边去做设定 可是之后其实就不太需要了 所以之后对Vincent完全没有资讯中心的协助了 另外有朋友希望说可以示范简单的一个操作流程 那我再把画面切过来 如果这个是OpenEssence给各单位的一个统一的画面 这个是使用者段 那我们所有的资源 主要是用出版社当作一个resource 再做一个list 所以他不要把它想成它是一个电子资源的管理系统 他不是 因为一般的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它会是一个journal就是一个resource 在做在做注录的动作 那他其实是依据出版社 作为一个resource在做建制 那你登录之后呢 使用者登录他的ID password之后 如果他想要看ACS的话 那他就会点过去 那你就会发现这一组UIL 它就会是OpenEssence的UIL 然后之后成功之后 它就会转成出版社的URL 所以这块跟ACS就会比较不一样 那右边你就会发现 他已经认证我是国务院的人了 他已经认证了 我还需要再输入账号密码吗 其实不用了 之后他我下载的全文 就是已经是被他认可的使用者 大家看得到右上方吗 这个是透过user端myassets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是研究人员好了 那我可能对 我 第二个是我们图书馆也避免 因为有各种使用者使用行为 我们在自己的电子期刊的画面中 我还是依据每一个title 去创建了他的OpenEssence的URLINK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想要知道说 我们电子期刊买 有没有买他要的 然后他的全文年代是什么 他一样也可以到这个页面去做 用外连线 比如说 连过去URL 他是一开始出现OpenEssence 然后之后才导入到这个期刊的URL 这是传统我们使用者的模式 那我们使用者的方式他可能就会是 我们研究人员的主要的Search的Poto是Partment 那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 如果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我们就随机点 刚好出版社没有 那右边有一个BIE at MHRI 他点过去之后就可以帮我们剖析 我们博物院的同仁能不能下载全文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 如果他今天能在院内的话 在IP范围 他其实就可以点这边按购 那如果他今天其实不在 是在院外的话 他就可以点选院外取得全文这边点购 好 那如果我不小心点了 点了这一个的话会怎么样 因为Size the Rate是我们有订购的 什么可以登录呢 但是因为我最近都一直一直一直在使用EOS 他已经记忆我了 所以我连登录都不用再登录了 因为Cookie已经记忆起来了 那如果这边是需要做登录的话该怎么办呢 在右上方有个Sign In 这边点选Open Essence 可是因为我已经被他记忆起来了 所以他这边就会出现NHRI 那AirServille他做的这一个功能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也许同时是博物院的人 我也是台大的人 那台大如果有买Open Essence的话 他这边会出现台大 那我就可以去选择我要选择哪个单位 那如果正常的话 其实我们是点选Open Essence进来 那这边就会要我输入账号密码 可是因为我之前已经用过了 所以他就直接就授权我来使用权文 那我不知道说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朋友的问题 可以再留言哦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第一年建制有额外的建制费吗 没有就是月租费 那因为我们希望做账号串联的这一个系统 希望直接串联到Open Essence 那这一块是有城市的费用 城市费用当初好像一共还是2万块左右 你是说台币对不对 对台币 不要吓到大家 因为这里他们都会听成美金 会吓到大家 对是台币而已 对 我们可以 还是我们可以让那个费用的问题 我们可以统一 就是有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 比如说在email我们的服务人员 还是我们可以一一帮你们做回答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是让我们就是有最后两个问题 因为前面大家发言太踊跃 有一些不小心被我们略过 然后我们最后回答一下 有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读者连线到图书馆没有购买的资源 但也没有出现open essence的时候 读者会不会搞不清楚哪些是图书馆有买 或者是没买的 所以刚才明珍有回答过了 这个刚才明珍有回答过 对 其实他的问题也是非常好 所以当初说查核清单那个很重要 因为他确实现在没有办法百分之一百做到 因为就是有出版社确实还没有跟他们有做合作 所以一定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在院外使用的时候 他会措施的这一个 就我们研究人员的习惯他可能会措施 可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资源相对来讲没那么复杂 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 大部分来大部分的资源 没有说全部大部分的资源 他们是可以辨别说我们有没有买的部分 那当然也会漏掉一些资源 确实是会这样 那这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要额外去做宣传的部分了 那因为我们的比数并不多 所以我们在宣传上面来讲是比较简易的 那所以一定 所以说这个残核清单就很重要 你就可以去分析说 您是不是适合采用OpenSS的办事 那会不会对读者造成一些困扰 还是说他对他的帮助大于他的困扰 那我们应该都已经回答完 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吗 还是有需要在demo的部分也可以大家在留言 我想 希望看一下 看到有些 问有哪些大专院校使用这套软体 那其实在国外已经很多了 包括我随便讲几个 像是Georgia阿拉巴马 一个国外的大学 那台湾这边是还有像台大一图 然后香港那边也有几个 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 后续如果需要我们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清单 因为其实OA是开放的 它的organization list 是开放在网路上 你可以去查 那你可以知道哪些单位都使用OA 我另外一个看到的比较技术有关的 我对这个比较敏感 就是什么特殊report 这个基本上不太需要 因为我们不会跟你的伺服器有太多沟通 除非是要做验证那一端 你需要像跟你们本地的验证主机 可能是LDAP或者是AD 或者是图书馆系统 那如果他有特殊report 那就需要有开特殊report 那如果没有这个需求 基本上是不会需要你们开什么特殊report 如果等一下的简报或者是影片 有同仁会 有朋友们需要的话 可以email给我 或是等一下就可以留话给我 那我再寄给您 方便您可以做事后的评估 或是跟长官们报告 是敏真您这里方便提供给我们吧 因为我们在会议过后 会发一个录影的连结 给各位 所以我们可以连同年的powerpoint 一起发送给大家 那会不会比较方便 因为影片会delay 可能是因为网路的关系 因为我们刚测试是还蛮smooth的 所以等一下 就是Appsco这边 会再提供资源给大家 那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 之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email询问我 或是打电话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 然后也非常谢谢敏真 精彩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因为时间也差不多 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各位随时联系 Appsco 然后还有我们大神Vincent 那甚至还有我们的Vincent 这样问一些更细节的问题 那也非常谢谢今天各位热情的参与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研讨会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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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